主料,焊黄瓜600克,辅料,香叶10片,盐80克,盆50克,9度米醋100毫升,洋葱80克,小茴香1克,季末茨1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把黄瓜切成4厘米的条,把称量好的辅料全部放到盆里,喜欢吃甜的,可逐情多爆些糖,或者喜欢酸口的。 也可以多爆些醋,蒸锅里放适量的水,烧开,然后把调好味,在黄瓜待盆放蒸锅里蒸10分钟,宽和,美味的爽口酸黄瓜就做好了,可以放冰箱里冷藏,味道很凉爽口。 烹饭技巧 一,芥末子在盖条有麦,我试用的芥末粉,超市有麦。 二,可以装在玻璃罐里,盖好盖子再放到蒸锅里加热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